日前某天下午,记者在北京某餐厅撞见张雨琪撇下老公王全安,相约闺蜜吃饭聊天。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,张雨琪和闺蜜便匆匆匆起身离开餐厅,只见当天素颜的张雨琪用一顶黑色毛线帽盖住一头为家整理的乱发, 素颜未识粉带的她看上去皮肤白皙,和以往浓妆艳抹的妆容相比,显得清秀年轻了不少。 走出残庭后,记者才发现,当天和张雨琪共进下午茶的女生由于腿部受伤,整条腿上都打了厚厚的石膏, 并拄着双拐一同和张雨琪朝路边的作家走去。 一路上张雨琪并没有出手挽住好友,自哭自地走在最前。 路过一家进口超市时,张雨琪更是撇下好友独自进入挑选食物,让受伤的好友在店外等候, 一番选购后,张雨琪走了出来,准备穿过马路向街边的座驾走去时, 张雨琪更是一流烟地快速通过,并且率先打开的座驾门。 受伤的好友只能在后面慢吞吞地拄着拐向路边挪动, 最后吃力地坐上了副驾驶的位置,和张雨琪同车离去。 搜狐视频,娱乐播报,独家报道。